有这个东西 不过 这一段程式跟刚刚那一段程式最大的差异 就是我在上面都有加上一些注解 那所谓的注解 我前面还讲过 就是单引号开头 后面的叙述就是我打上去 当然后面的叙述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要写什么都没关系 因为我是简单一写 我只是做一个样子 让各位知道一下 以后的话尽量你程式写完之后 你就是再加上注解 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加注解 可能这样子你可以看得很辛苦 如果说我把注解加上去的话 感觉好像突然看懂程式 你有没有清楚多了 其实你并不是看懂程式 你是看懂程式上面的注解 至少你将来回头看 你会比较知道说你到底在写什么 所以你就把这相关的东西自己再加上去 那另外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像VBA开头 你就打一个VBA点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要全部把这些东西 以后当然如果你全部都会的话 你以后要用很方便 但问题你要怎么全部学习 我刚刚讲了 你可以VBA点之后的话 它就会有个所有VBA里面 所有的这些东西出来 可是你想说老师那我怎么去学 其实坊间有那个VBA的那个什么函数的字典 一本好像奇标的吧 如果你需要你可以去把它买来 自己再参考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我的习惯 因为那里是有本身呢 它有个功能 如果你要查的话 你可以有个方法 就是像in3这个函数 你想知道它怎么用 你可以在游标停在上面之后按F1 那以往2010以前的版本 是直接跳一个视窗 不过现在2013以后 好像就直接跳到网页上去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函数它里面该怎么使用 它有相关的说明 它里面该怎么用 然后相关说明都在这里 实际上你不用很认真看 因为你认真看反而看不懂 因为它里面就 它就是一个字典 对你就看关键的字就好了 而且它是翻译过来的 所以就是你就略看 主要是你用了之后 你就知道怎么去用这个函数 其他当然还有更多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开个头 旁边有个什么 好像语言参考 语言参考旁边的话 就会有什么呢 函数它翻译叫函数 就函数 有没有VBA的函数都在这里 你点进去 VBA的函数它帮你列表 ABS一直往下 有没有 这么多 当然我算过 我大概120几个 OK 那这个如果说你希望 以后对于VBA 能够更加掌握的话 可能还是要下一点功夫 那怎么下功夫 就是可能勤做笔记吧 当然也许暂时用不到 比如说像里面会用到什么 像刚刚有用到 像什么什么MID等等的 这边如果暂时用不到也没有关系 像这边有一个什么DIR好了 点下去 你可以怎么样 这个DIR函数做什么用途 你可以稍微做一点笔记 至少以后如果用到的话 有需要你再进来去查一下 OK 大概是这样 至少有些东西在微软的官网里面有 可是他写的并不好 至少你知道有这个资源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什么 把刚刚这个瓜屋自串 当然你就自己再加按钮 加按钮我们前面讲过 插入这边按钮 你就拖拉去指定它就可以了 这部分就自己再把它完成 最后我们会希望 我不要按按钮 我希望游标放这里 插入什么呢 一个使用者定义 你不过现在没有 那个最好是使用者定义里面 出现一个叫 瓜糊自串函数好了 OK 目前要怎么增加呢 当然我刚刚讲过 1 如果你要制定函数的话 那我就拿这个名称好了 后面再把它复制一下 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 Function改一下形态 然后名称的话叫瓜糊自串函数 然后按确定 OK 刚才讲过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需要跟使用者要什么 要一个资料 或者叫什么 参赛者资料 我简称叫资料就好了 这个名称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会跳一个视窗出来 那使用者就帮你点一下 点赵大棠 带过来给你 可是接下来怎么做 那我要针对那个东西去寻找 所以怎么怎么做呢 基本上 一样会有个A 一样会有个B 一样会有个逻辑判断 所以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拿这个 有没有 复制一下 贴到这边来 做什么呢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把那个 Fornace避开 中间这一块 然后贴上它 因为缩排太过头了 所以我就再把它 按Tab是往 反向过来的话 就Shift按住再加Tab 就让它什么 叫这个叫凸排吧 缩排跟凸排 好 那只是说改哪里呢 因为 我要去哪边找 本来是自己在A欄找 对不对 A欄的I列 那现在的话 他会给我一个资料 所以呢 我就自己在资料里面找 所以把那个Sales ID的A欄 把它改成资料 那这边的话 你也把它改成资料 那一样呢 都丢给B 丢给A跟丢给B 那如果A不等于0 表示有找到的话 那一样呢 就去把什么东西切割呢 把那个资料里面的 那个位置切出来 再帮我丢到哪里呢 特别最后 不是丢到B欄 丢给 这个函数本身 刚才讲的嘛 所以把这个 所以你要慢慢 习惯这个流程 丢给谁呢 丢给自己本身 好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写好了 有没有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Sup跟Function 从这个范例 大概也可以看出差一点 一个是 自己去抓那个 储存格物件 有没有 去把A栏的抓过来 弄一弄 再把它丢到B里面去 那那个Function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 你要跟他要 他不会自己提供一个东西给你 所以他会点一下赵大宝 对 然后丢过来 他等于零 那就跳过 什么事都没做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都OK的 所以基本上就改 SalesA改成资料 SalesB改成输出给自己 我来试一下 插入函数 使用者定义 刮乎自串 然后这个给他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OK 不过 有个地方有点问题 哪里呢 零 那为什么是零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原因是这样 进来之后 其实刮乎自串函数 预设值就零 预设值就零 所以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给他的话 他就帮你输出 所以你会发现 他因为不等于零的时候 才去切割 那等于零的时候 因为他不会进去这个逻辑 所以他跳过去 跳过去的话 那关乎自串 就会是 就没有东西 所以怎么办 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说 你在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出第一行的地方 你就直接怎么样 直接等于 怎么 这边的话 直接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就好了 就是说 他本来是零 本来是零 那你可以在第一行的地方 就直接丢一个空的给他 那他就变成空的了 那所以 如果什么事都没有 他输出就是空的 那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试一下看看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试一下 怎么确定是否OK 打个勾就可以了 他等于是重整 试一下 打个勾 OK 有没有 这样就完成了 不过我原来 云端上的写法不是这样子 方法很多 因为我们就尽量讲 比较简单的方法 方法二的话 其实我云端上的写法 方法二是 if 这个叫一重逻辑 就是当他为true的时候进来 可是问题我忘 我没有处理另外一个 就是为false怎么办 就是为true 就是这个不等于零 他才执行 可是他如果等于零怎么办 如果你要再处理等于零的部分 这边可以再增加一个叫ls enter一下 上面是处理不等于零的 那如果等于零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一行怎么样 搬到这边来 这样也可以 就是 这个是第二种解法 OK 这个ls指的是 如果他 刚好逻辑是颠倒 等于零的时候 那就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变成空的 这个是方法二 那哪一个简单呢 好像似乎刚刚那个比较简单 对 所以程式怎么写都对 只是说哪一种逻辑比较简单 你可以去思考 OK 那因为 这个地方 这个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我们把那个刚刚的那个 不过我的云端是放这样 那我们就先放这样好了 因为未来还是会 下一个礼拜还会讲到多重逻辑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先学一下 那其实就把刚刚上面的这一段 把它贴过来 不包含 4NAS 贴过来 然后改 Sales A 跟Sales B 其他就是多一个这个 反之 就是输出空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制定 那个刮弧自算函数的 说明 那试一下 好